好了 鄉親 再來這件事實在 讓人真疼心 沒等到二心的打掘 李勝漢的爸爸 為出會過往路 自己的體路警察李勝漢 去給身體來讀事 鄉手因為精神障礙 一心被打不著 現在要走又在二心上所 李勝漢的老爸爸 一來因為學生的參世 很小燈 再加上鄉手被打不著 鄉定打擊之下 本來身體就不好 這次為出會警察嚴重 送便宜 救不回來 翁星路 加起市長 鄉民輝 到李家去尾門 請家宵就要好好保重 真的 李勝漢的阿嬤跟媽媽 一個在那一年來 死去就好生 還死去孫子 一個是死去就好生 還死去紅色 實在讓人擔心 他們大家媳婦 阿爸的狀況 替路警察李勝漢的爸爸李晉雯 因為為出會 太太和胡亂 走一邊便宜 以後人員用軟腸給送一邊白白 沒想到說這個外面是他最后的信仰 加秀李林鄉之前很悲傷的 他們說 自從李勝漢在火車上面 去到新客 都死了後 第一次嫌嬌一心不想打不著 李勝漢爸爸這幾天很不開心 為出會嚴重就這樣過世了 李勝漢的媽媽已經九十二歲了 高高年等 我就接受說 爹爹一年來的 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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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走 阿嬤考得很上心 李勝漢的媽媽 希望他可以好好地補充 老闆媽媽說他非常的消沉 所以對什麼都發希望的感覺 如果我們在這裡還是鼓勵你媽媽 我們都在 歡迎一心不打拓正前 李勝漢的爸爸稍微看聰谷 一步一步 嚇一命歡迎 看起來很不真心 每一次開燈 都會到 希望替孫子 真出一個功德 大家都說 想我去看我去 不是董事 董事林 真正沒辦法 李勝漢的爸爸等不到他們其他正義 一年以來 兩位親人 都過世了 這也是他家秀心裡面 英晚的痛